无名烦恼是道场 师父曾经给大家讲过 菩萨的慈悲喜舍 你们知道 为什么把慈放在第一 为什么叫慈悲 没有叫悲慈的 悲悯众生 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但是 慈是人最先应该做到的 喜就是欢喜心 舍就是能够舍弃 学佛最重要的 就是应该慈悲喜舍 这四个字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有了慈心 慈心就是 心肠很软 不称不怒的 经常能够看见人家很可怜 这种词一出来 那么接下来 悲悯心就来了 悲悯心就是 感觉到每个人活在世界上 都是很可怜的 如果单单慈心 是一种表面的 还不够深入 如果加上悲悯心 那就是从里边出来的 大家听得懂吗 喜是欢喜心 对众生都要欢喜 而且要慈悲加上欢喜 你爱了人家了 你才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 因为你经常爱众生 所以众生才会爱你 因为你有欢喜心 所以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好 舍是什么 舍就是舍得 我们要把自己好的东西 舍给人家 把不好的东西 也要把它舍去 也就是说 好的东西要舍去 不好的东西也要舍去 好的东西舍去 是干什么 是帮助人家 把好的品德 好的作风 好的习惯 都全部舍出去 去帮助人家 去爱护众生 不好的东西 就是把自己身上的错误 缺点 不该有的毛病 嫉妒人家的心等等 一切全部都要舍去 菩萨的慈悲喜舍 一想就知道了 功德是在慈悲中 也是在佛性里的 因为菩萨的慈悲喜舍 功德是在佛性里的 就是说 如果你心里很慈 很悲悯 法性充满 另外 你还很舍 肯舍得 这个人实际上 是佛性里出来的好东西 那么这种 就不是在修福了 而是在修功德 做功德 所以师父 现在讲给你们听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佛 什么叫福 什么叫功德 以为做了一件善事了 帮助人家了 就以为是有功德 我已经给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有的功德 全部都是由心底发出去 做善事的 心底里是什么 就是佛性 这才是功德 因为人的心底 最底层的东西 就是佛性 菩萨讲 诸烦恼是道场 知如实故 诸烦恼是道场 是什么意思 就是凡是人间所有的烦恼 全部都是帮助你学佛的道场 因为没烦恼 你就没办法生出智慧 烦恼来了 极有智慧 大家听得懂吗 知如实故 就是你知道了 犹如实际上 你做到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 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碰到的 所有的烦恼 实际上 这些都是存在的东西 是实实在在有的 但是 又犹如 它是不实在的东西一样 这些话很奥妙啊 不是说 你们听听 就能听得懂的 有道场 就会生出烦恼 所以就会烦恼不断 在人间 身体是道场 所以学佛后 就会生出很多烦恼 所谓烦恼 本身是空的 烦恼本来就是空的 烦恼本身是无性的 什么叫烦恼本身是无性的 因为任何的烦恼 到了人间来 本来就是一个 没有共性的 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的 烦恼 飘忽不定 没有一个性 不定性 今天有烦恼 明天没有了 明天没有了 后天又有了 所以是不定性的 不定性的东西 就是四有四无 非有非无 所以希望你们 不要怕烦恼 虽然烦恼太多 但烦恼 它本身是空的 因为你今天 可以拥有烦恼 但是你明天 这个烦恼 又没有了 不就是 是是非非 空空荡荡 对不对啊 因为烦恼是无性的 本来就没有定性的 不是说 一定可以有烦恼的 很多人 为什么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一点烦恼都没有啊 他就天天 起起床 吃吃饭 上上班 他没烦恼啊 对不对啊 那是因为 他没有性的 是没有定性的 但是 烦恼可以通过想象 幻化而来 大家知道 想象是什么啊 很多人 本来挺好的 没有烦恼的 但他可以想象烦恼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的老公 前天晚上 晚回来了 你们可以想象 他在哪里 你的老板今天 给你脸看了 你可以想象 他对你会怎么样 接下来 你自己心里 就不舒服了 晚上 叫就睡不好了 你们听得懂吗 这种就是 可以通过想象 而幻化 所以幻化的 和想象的 是菩提本身 因为 它也是无性的 菩提 就是智慧 智慧在你身上 本身也是 不定性的 什么意思啊 比如 你今天突然之间 很聪明 想出一件事情来 你可以解决 但是 你明天呢 笨得不得了 你想不出 任何实质性的定义 所以 对菩提本身 也是 无定性的 接下来 师父给你们讲 烦恼事实上 和菩提 是没有差别的 哇 猛一听 烦恼是不好的东西 怎么会跟菩提一样呢 菩提是什么啊 是智慧 对不对 那么烦恼呢 因为烦恼来了 你的菩提心就来了 你的智慧 就生出来 你说 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你肚子饿了 你就要吃东西 那你有东西吃了 你肚子就不会饿了 对不对啊 不是一样道理吗 因为你很笨 所以你才会上人家的当 因为你过去 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 所以你才会上人家当 当你碰到过之后 你就会懂得 这些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你生出了菩提心 接下来 你下一次 就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这不就是 等于你生出 菩提心了吗 菩提心 是没有定性的 也就是 也就是 不会总是在几月几号出现 或你的几岁会出现 比如 你几岁会有什么麻烦 或几岁会让你生出一个智慧 都不定性的 人的一生都会不停地有麻烦 不停地有智慧来克服这些麻烦 所以菩提心和烦恼就是在一起 所以烦恼事实上 与菩提没有差别 烦恼即菩提 对不对啊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钱没了 就想办法去挣 挣来的钱又去花掉了 钱花掉了又去挣了 对不对啊 所以挣钱和花钱 本身就是一起的 你需要钱 你才要去挣钱 你需要功德 你才会去做功德 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有很多的孽障 你想消除 所以你才会去做功德 所以烦恼即道场 菩提就是道场 烦恼也是道场 师父继续给大家讲 为什么烦恼和菩提是道场呢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烦恼来了 你是不是在心中 就会有不开心 会有芥蒂啊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学佛了 那么在你心中 就筑起一个学佛的道场 对不对 反过来讲 菩提也是道场 因为你学佛了 你就永远会有智慧 对不对 你就能克服那些烦恼 那么这些菩提 是不是在你心里的道场里 绕过来绕过去 就是烦恼即菩提 让你们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烦恼的实性和佛性 是没有分别的 烦恼的实性是什么 就是真正烦恼的根本的道理 和利益和佛性没有分别 也就是说 因为你过去有佛性 但是你经过累世的积累 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现在变成搞不清楚了 所以烦恼来了 对不对 那么你有了这个烦恼之后 你这个菩提心 就是智慧来了 那么为什么说烦恼 又是佛性呢 因为佛性 是由心里的本质而来 人真正的本质 是最内在的佛性 而这些佛性 让你充满着智慧 也就是菩提 明白了吗 所以有了佛性 才会生出菩提心 生出智慧 才能克服你的烦恼 无明来自老死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明白 世界上很多事情 是因为你不懂人间就是 六道轮回 有老有死 你老了 你不明白 你死了 你也不明白 所以无明来自于老死 皆无禁锢 皆无禁锢就是说 一个人老了 死了 又投胎了 再从年轻的时候 到老了 死了 再投胎了 轮回是没有穷尽的 皆无禁锢就是 都是没有尽头的缘故 也就是说 人不会完全地灭亡 当人死了 他的肉体没有了 但是 他的灵魂 继续地存在于 这个世界当中 继继续在这个四维空间里面生存 所以他没有死 就像很多人睡着了一样 但是他没有睡着 所以根本就没有无明 也就是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不知道 你本来什么都不懂 实际上 你根本不应该懂什么事情 你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事情 你就会很干净的 本来这个世界 就没有无明的 无明就是 不明白 不懂 所以根本就是 没有无明进的 因为没有无明 才会生出无明 新经里面讲 无无明 亦无无明进 无老死 亦无老死进 也就是说 老死也没有尽头 因为他到了尽头 他又投小孩了 你说 这怎么叫结束啊 有什么东西会结束啊 这个世界没有结束的 就像我们过去学的 鱼公移山一样的 鱼公说 我死了之后 我的儿子会继续挖 儿子死了 我还有孙子 子子孙孙 是没有穷尽的 实际上 他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今天 这个人死了吗 他没死 他的精神 还活在我们当中 这个人 就是没有死 大家想一想 观世音菩萨 做妙善公主的时候 最后 他也要 原济回天的 但是 观世音菩萨死了吗 没有 他永远不会的 释迦牟尼佛 留给人间的是什么 是这么好的佛教 他死了吗 事实上 也没有啊 只不过 他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举个简单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们从农村到澳大利亚来了 可以说 你们离开了农村 很多小孩子可以说 那个人死掉了 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但是 事实上 你们在澳大利亚 你们没有死啊 师父刚才说 永远不会完全的灭尽 就是 没有这个无明要灭 也没有这个老死要灭 实际上 无明 我们也不想去把它灭掉 所以老死 我们也灭不掉它 比如 无明生出来了 你把它去除 灭掉了 但是 过一阵子 你这个无明习气又来了 然后 又把它灭掉了 这无明不就是 跟烦恼一样的吗 生生死死 它永远 不会穷尽的 也就是说 从你生出来 你就一直不明白 一直到你死了 你都不明白 这就叫 无明尽 接着就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